大家好,今天我们还是不谈政治了 谈谈什么呢? 生辰八字,我叫八卦,他们叫八字 我就说就是八卦 有朋友们跟我谈论一下关于这个项面 面相,面相,手相,体相 体相是一直我在说,没有第二个人在说 身体的体,这个人往那一站,这个是有相 我们说从小啊,站有站相,坐有坐相 对吧,这个就是体相 没有那些算命大师提到体相的 我想他们不敢站起来 他们只要敢站起来,从上看到底 一看完了以后,他就没分了 而我呢,我觉得我是可以的 我们当过职业运动员 各方面的身材都是还是可以的 是拿得出来的 所以呢,在我这个相学里边 其实我是有三块 一个是面相,面相就是看你的五官 二一看手相,手相是最不准的 第三个是看体相,身材 这很重要 我们说中国,就说台海两岸吧 台海两岸呢,大家谈论的一个 最多的话题的人物 在近代史上,应该就是那个 蒋介石和毛泽东了,对吗? 好,我们看一下蒋介石这个相 面相和毛泽东这个相 当你把两个相往一起一放的时候 我们看毛泽东,他呢 这个地方,天庭饱满 第一个方圆,脸形 五官,耳朵,鼻子,嘴 毛泽东的相好于蒋介石这个相 同时呢,你看毛泽东 他读书读得多 毛泽东写出来那些诗 到今天无人能比 蒋介石在这方面不如他 在文笔上,蒋介石不如毛泽东 从身材上来说,毛泽东往哪里一战 蒋介石往哪里一战 显然蒋介石这个体相不如毛泽东 但是呢,蒋介石在早期 他的玩魂,就是军队呀 当兵带兵打仗,玩魂的这一招 这个呢,蒋介石比毛泽东厉害 在早期,毛泽东呢 用的是软的柔中带钢 蒋介石呢,是钢中带钢 在这一点呢,他输给毛泽东了 所以在国共战争的时候 国共内战的时候 毛泽东这个,我们就从项面学来看的话呢 这个人气度大 蒋介石和毛泽东相比呢,气度小 毛泽东有很多照片 比方说他在庐山那个地方 他写的一些诗,非常的有气魄 而蒋介石呢,带兵打仗 这个他比毛泽东走的前 毛泽东是在后,在后边 毛泽东是用智慧来指挥将 所以毛泽东他是一个帅 而蒋介石呢,他是将来指挥将 有些人也服他 就是你给我干,你不给我干怎么怎么着 毛泽东用的是另外一种方法 所以从面相来看的话 毛泽东的面相好于蒋介石 而毛泽东这个身材,这个体相也好过蒋介石 在台湾这个蒋介石之后 这几个总统,李登辉也好,陈水扁也好 马英九也好,蔡贾博士 面相最好的应该是马英九 体相也不错 马英九的身材往哪一站 这个呢,当年马英九在和谢长廷在选总统的时候 谢长廷那小绝头 马英九往哪一站 你一看,这个很明显 马英九的气度是压过谢长廷的 有很多人投票啊 他们就是投这个 只是他不知道理论是什么 马英九有很多女粉丝 女人 见着马英九这个面孔 哎呀,激动 为什么呢,英俊,潇洒 马英九在当秘书的时候啊 那个年代呢,应该是呢 最英俊,最潇洒的时刻了 而谢长廷呢,小绝头 谢长廷也好 陈水扁也好 小绝头,那么矮呢 你要不跟马英九站在一起 还无所谓 觉得也OK 陈水扁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觉得也OK 因为那个镜头都是从底下往上照 他们知道这摄像机不能从上往下照 从底下往上照 把这个陈水扁呢 显得稍微的高一点 其实陈水扁那个体相 那个身材比不过马英九了 所以在台湾这个远的不说了 就是说从这个蒋介石的面相并不是很好 蒋经国的面相一般 一般 所以不好不坏那种 他的嘴唇不难看 但是他的有些其他方面 所以我要说这个蒋经国不好的话 有很多蓝营人士不爱听 他们不喜欢听 我们就不评论他了 反正我要说好的就是 马英九他的面相体相 首相我没见过 应该是最好的 但是呢 马英九呢 由于他的经历不适合当总统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是文秘出身 就是我给你当秘书 怎么怎么样 当然有人说了 李登辉不是之前也是这个角色吗 华人这个政治家呀 都是要当官的秘书 然后由官来提拔你 由蒋经国来提拔你李登辉 国民党呢 来提拔一个马英九 马英九当时也是给别人 给领导低包的 我们就叫秘书型的 马英九当秘书 绝对是一流的 但是呢 他当总统呢 他的掌控能力 他的毒 毒水不够 当这个总统呢 一定要毒 病毒的毒啊 一定要毒 不能太慈侠了 不能太慈善了 慈善是有 你必须具备多种品质 才能当这个总统 好 我们说蔡贾博士 蔡贾博士属相属猴 面向猪鼻子 体相呢 乌公 乌公就那个 那种弯 那种弯了巴基的 还没有骨头那种东西 蔡贾博士的嘴 是一个毒嘴 毒 蔡贾博士的出身 不是书香门第 我们说出身的话呢 过去有这么几种说法 比较认同的书香门第 大家能接受 所有人都能接受 另外呢 就是官位 就是爸妈都是当官的 这个呢 也是一种 再有一种呢 就是纯商业的 经济的 像过去在中国 荣誉人啊 像这种纯粹经商的 商二代 再有一种呢 就是耶路子 耶路子的话呢 像蔡贾博士他们家 既不是书香门第 也不是官 也不是纯粹的经商人 他是在那个地方 跟官勾结 然后他有一块领地 这块领地受到了官的保护 然后在里边去经营他的小产业 这个呢我们就都把它称为野路子 他是不敢见光的 这块领地受到了 像张忠谋 像台积电 这属于纯的感见的光 我做大了 我有钱了 我做的是正经行业 我做的是芯片 而蔡家呢不行 所以你看蔡家博士这个历史走过来 首先这个地方就要打折了 属下我们说属猴呢 倒也没有什么 属猴的话 我们可以有两种 一种是宝义的说法 一种是贬义的说法 宝义的说法呢 他挺聪明 猴经猴经的对吧 贬义的说法呢 就是很贼 这个蔡家博士呢 脑子里边呢 他是有贼的那一面 贼 但是蔡家博士的面相呢 我们先说的那个鼻子 猪像 猪的话呢 我们之前说了 就是猪呢 他不是很聪明 他比较傻 所以蔡家博士这个大脑的 其实并不聪明 他贼呢 他只贼在某一方面 他没有大智慧 什么叫大智慧啊 就是 你聪明 你也能读书 你也能做官 蔡家博士的书是读不下去的 你放心好了 就这个鼻子 就这个猪鼻子 就不是读书的人 就不是一个聪明的人 再有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锣锅 这个锣锅呢 就是一个乌公 我说鸵鸟都好听得了 这个乌公 或者说是 直不起腰来的人 直不起腰来的人呢 有一种特点就是 对外特怂 对内特狠 就是有一种人呢 见着外边点头啪腰的 回到家里以后 骂天骂地的 怎么怎么样的 这种人就是这种 锣锅的人 直不起腰 锣锅人直不起腰 所以蔡呢 你看看 对美国爸爸 哎哟 作意哟 那锅锣的 回来对台湾老百姓 那牛 很 敢下手 你敢说我不 通缉你 再有 蔡贾博士这个嘴 属于毒嘴 毒 就是女人 如果要放毒的话呢 比男人毒的厉害 非常之毒 她这个嘴呢 是属于心狠手辣的一种嘴 你仔细看 她说话说 还有她那个声音 她那个腔调 蔡贾博士说话 那个腔调 不是正常女人的腔调 所以基本上 蔡贾博士呢 你要综合分析的话 当然了 蔡贾博士 她这个 属处女座 处女座 处女 处女不用我解释了吧 没有经过 什么东西的 那个人就叫处女 对吧 蔡贾博士至今 没后代 处女座 有一个特点就是 歇斯底里 知道自己错了 也绝不认错 是一种 用难听说的话 和这个毒呢 是一种心狠 心狠手辣的人 由于她没有后代 她不懂得如何去关爱下一代 由于她没有老公 她根本不懂得别人的疾苦 她就只认为她自己 她这世界上只有的一个人 就是她自己 像蔡贾博士这样的人 其实连她的父母 她都不认 她都不会认的 更别说周围的人了 下无儿女 上不认父母 周边那些所谓什么 姐姐妹妹 在蔡贾博士的原理 你这些姐姐妹妹 什么的 你跟我是一个妈吗 你也不是啊 所以她也不认 心狠手辣 就是这一点 她蔡贾博士这种特点 那是六亲不认的 站没站下 坐没坐下 说话不具备女人的味道 那个脸 是一个变态的脸 鼻子像猪 嘴像毒蛇 耳朵像鸵鸟 眼睛像麻雀 整个这个腰 就跟一个乌公差不多 你说这样的一个人 你把一些无限的权利 都给了这样的一个人 没有爱心 没有道德 不讲诚信的一个人 你把权利给了这样的一个人了 台湾它能好吗 所以我说 之前我老说 看到蔡贾博士这个面孔呢 就反胃口 就神经受刺激 就是这幅面相 你看上去以后 你马上就产生很多的那样的联想 猪也来了 乌公也来了 毒蛇也来了 鸵鸟也来了 垃圾大粪全来了 当你听到蔡贾博士这样的一种声音 一说 骗子来了 撒谎造假全来了 这些声音 这些面孔 当你看到蔡贾博士那 螺的锅 咕隆咕隆走过去 你就想起一个乌公大鸵鸟 不会给你很好的联想 对吗 我们说 我们人呢 都有一种审美观 为什么看有些照片 这个它很美 脸很美 身材很美 你就愿意多看一眼呢 因为当你看到美的东西 你心理上会有一种反应吧 不管你是精神上的反应 还是生理上的反应 都是有反应吧 总是这个反应是正面的吧 所以人们看俊男美女 看那些照片 看那些美的图画 有山有水 这都是给人一种产生美感的一些镜头 而蔡贾博士呢 他只要出现在那镜头上 他是给你那种恶心的感觉 肮脏的感觉 垃圾大粪的感觉 恨不得一脚给踹出去的感觉 这种情况下呢 你说这样的人的一个面相 他能好吗 你作为一个 天天都出现在镜头上的一个人物 就这样 这个世界 大家天天还都在看 如果那些人吃饭 吃得挺香的话 那我恭喜你了 反正我看到这幅面相 这幅面孔 听到这个乌鸦的声音 蔡贾博士说话跟乌鸦叫差不多 嘎嘎的 听到这乌鸦在叫 你说你今天还有食欲吗 你不可能有食欲了嘛 所以有人愿意说 有人愿意听 愿意问呢 我就说两句我们的偏见 也未必是正确 但是呢 这就是我眼睛看过去 我所产生的一个联想 联想到什么 连想到这么多奇怪的东西 这个人就是面相很差 体相也很差 首相我没见过 但是最不准的就是首相 看首相大部分是在骗人的 我先告诉你们这些 看相的人怎么骗你们钱吧 看相的人呢 他们有一种理论 就是当你一个人走过来 说我要给你看相 他要挣你的钱 他就要让你相信 他很神 他让你相信很神的 前三句话里边 一定有一句话 就是说 你刚刚得了一场大病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百分之九十的人 在过去都有一场大病 他是压这个概率 只有很少的人 过去一段时间完全没病 因此过来十个人 有九个人一说哎呀 你说的真对呀 我真的前不久得了一场胃病 哎呀一场发高烧 卧床不起 真神呐 这一下子就把你的心给抓过去了 然后呢 这种情况下 那你就要掏钱了 你就觉得特神 其实呢 他是用概率来压所有的人 这个概率呢 基本上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可以打中 一旦打中了以后呢 后边你就觉得你说什么都对 他就会跟你讲啊 哎呀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未来你要走桃花运了 你要发大财了 你要怎么怎么样了 把你说的心花怒放 完了以后呢 请掏钱吧 这个就是骗钱的一种套路 就是头三句一定要说 你过去得了一场大病 你已经康复了 很多人说真准的 真神的神了 其实呢 是用一个人群当中啊 每个人都会出现大病的这么一个规律 去套 套你 套上就套上了 因为十个里边有九个能套中 只有一个说 哎 没有啊 那你就不相信 你就走了 你就过去了 对不对 百分之九十都说 真对对对 我是得了一场大病 这就是他们骗钱的 其中的一个招 我不能说太多了 说太多了 这帮人开始群起而攻击 骂我了 就好比之前有那个玩魔术的呀 有很多魔术叫破解 或者叫魔术揭秘 这个魔术揭秘呢 本来魔术是骗人的 结果你把他都揭了以后呢 这帮人就攻击你 那我们拿什么挣钱呢 我们挣钱不就为了骗他们吗 骗得大人瞪小眼了 后来呢 很多人就是 在魔术揭秘的时候呢 他把脸给蒙上 他不要让他们知道他是谁 因为他到时候怕人家有人报复他 我们说这个算命也好 看相也好啊 这些呢 我觉得大部分是骗人的 听听哈哈一笑就完了 有一种哲理呢 我还能接受 就是 就是如果你要问你的运程是怎么怎么样呢 我想如果这个人坐在这儿 先不跟你说话 先听你说 听你说完了以后 把你的过去都听完了 然后再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 他给你做出一些忠告 一些建议 这个有可能靠谱 如果什么都没听你说 来了一句说 哎呀 你刚得了一场大病刚好过来 这个却是骗人的就是 忽悠你的 让你相信他特神 其实他不神 他有一堆套话 这堆套话呢 适用于每一个人的不同的阶段 但是不是你不知道 另外呢 他看你身上有一些什么什么东西 比方说有一年 我去中国 我们有几个人一起到中国 到了中国的南方 到南方以后呢 有一个庙啊 就有一个女孩 假装出来给我们做免费导游 说啊 这个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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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间屋是这个 他有意识呢 把我们引到了一个殿堂里边 这个殿堂旁边呢 就做了一个算命先生 然后呢 他一看 我比较高 所以就说 我想给你 像个面 呦 我说 是吗 我就没说话 然后 他就说了一句 你从哪哪哪来 我说 错 然后他马上脸就变了 这时候呢 他就不再说话了 然后呢 我呢 就走了 我就出去了 然后 另外一个女的呢 他这个脚上啊 穿了一双鞋 这双鞋呢 能看得出来 这双鞋呢 当时在中国 应该是没有卖的 应该是在国外买了一双鞋 然后他呢 就对那个女孩说 你是不是从国外来的呀 小时候 对呀 你怎么看得出来呀 哎 来 坐下来 我跟你 像像面 给你说说什么 这时候呢 这个女孩就坐那了 当然说 说 后来我就看在外边 怎么都不出来呀 我说 等他们出来以后 我说你在里边 待你长时间干嘛呀 哎呀 他说那个人特准啊 再给我像面 再给我说什么什么了 我说你给钱啦 给呀 说的很准啊 他怎么知道 我从国外来的呀 我说你那鞋告诉他的呀 很简单的 你穿这双鞋 国内有卖的吗 没有啊 所以这些 像面师也好 风水先生也好呢 有的时候 为了欠你的钱 他会有一些招数 让你在一开始 就说一句 呦 真的 让你相信他 然后后边说的 就是那么回事了 我一般出去以后呢 他们都看不出来我 很奇怪 我呢 也不愿意在 当场去揭穿的 反正我就离开就完了 我说你不用给我算 不用 我不给你算 我不说你就不错了 你还给我算命呢 好今天扯远了 回过来再说 这个面相啊 我是觉得 就是做做参考吧 有些人面善 有些人的面不善 这个仅是一方面 也许呢 他内心深处呢 和他的面不一致 内心深处 跟另外两个东西有关 这个是你可能看不出来的 是你和他进行接触 说话才知道的 一个是他的出身 一个是他的经历 所谓出身 就是说 他在童年时代 他生活在一个什么环境里边 这个对他后年 是有影响的 二一个 当他离开学校 他所有一段经历 这段经历 对他后面也是有影响的 这两块东西 有的时候 你不容易从脸上 也不容易从手上 也不容易从身体上 看得出来 他是在脑子里边的东西 所以你需要和他说话 甚至和他供一件事情 当供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能看出来 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很关键 所以我觉得判断一个人呢 应该是一个综合面的 把这些所有的信息 汇到一起 然后进行一个分析 然后才能够判断这个人 到底他适不适合 比方说我们当年 就是在一个公司招聘的时候 我上次说过的事情 招聘的时候 他适不适合坐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我们要看 当然那个时候 我之前说那个女的 我认为不适合 但是她是一个 董事长推荐来的一个人 你必须得要 面试呢 只是走一个过程 走一个过场 是由我来面试 但是呢 我们必须得要 因为董事长说了 这个人是我的朋友 在你那工作 你给他安排一份经理的职位 没办法 虽然我对他是否定的 但是呢 必须得安排 结果 这个职位安排了 最后呢 导致了公司里边的大震荡 就是这个人呢 任一个部门的一个经理 最后呢 他把整个这个部门呢 给盗窃弄走了 单独拉出去 又单成了一个公司 回过来挖这个母公司的墙角 这个就是品德问题 这个品德问题呢 其实我最早呢 我在面试的时候呢 其实我提出来了 但是董事长呢 他不 不行 你就得用 没办法 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董事长 那个董事长 他对我呢 他再也不会指挥我了 他已经知道 没有能力指挥我了 就是我说的是对的 而他的主观意念呢 是错误的 导致了这个公司呢 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有的时候 在事后呢 才能知道 但是在当时呢 我用我的观点去判断 去告诉他 我的想法呢 他不能接受 但是我认为 这个人不能用 这样的人 绝对是不能用的 绝对是一个祸害 公平来说呢 我们其实应该 尊重一个科学 所谓的科学 但是这些东西呢 不是每个人 都能看得出来的 在中国的话 他一定讲究关系啊 我介绍来的人 你怎么能不要呢 但是我告诉他了 这个人不好 这个人有问题 但是既然董事长 是个男的 这个人是个女的 我必须得接受 所以呢 就把他接受了 但是我已经跟董事长 说了这个人有问题 你等着看吧 到最后呢 大事出了以后 董事长 无话可说 就又拿出一大笔钱来 来补贴公司 所遭受的损失 这个就是用人 就是说我们 从一个企业来说的话 用人 你看这个人 适不适合 做这个位置 这是从企业来说 再有呢 从人与人的交往来说呢 这个人值不值得 你去交往 你是能看得出来的 但是你要去看 你要去分析 你要有一些 你的自己的依据 不管是理论依据也好 你的第六感官也好 以及我说了这些 生肖八字 生肖八卦 这些迷信也好 有的时候呢 可能有那么 一点点的道理 有的时候 可能就没道理 这个很难讲 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 差余放后的一个八卦吧 听一听就完了 哈哈一笑 信则有 不信则无 这就是我的理论 好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